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这儿把它重开 对 你就是碰 对 它到了这儿开了 它这么出来 懂完了吧 这地方顶住了 和刚才一样 只是转这儿 它转这儿没关系 但是它要是1的话 这地方最少是3 它要是它才是1 你这儿是3的话 那个劲儿下不去 劲儿下去不下去是值得这个 它一定要动 但是这个地方动得比它大就行了 然后下一个 它也是动的 不可能死了 死了就不会动了 但这个就说 它要动得大 就行了 下一个 它这儿动得大就行了 就是从轴 好 站在大平往上 然后跨我转 对 它就这样 就这几个动作 那个链子一大手 刷就出来了 这就好像你抽鞭子的时候 它是节节贯穿的 你看不出来它怎么走的 但它绝对不可能走反了 因为那个东西它不会动 它是力量把它抛出来的 那个力量抛的时候它有一个自动的反应 不会错 这就是我们太极拳和别的拳的差别 你只要用了主动的力了 它方向一定错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推 推的时候就是它到处都使劲儿 它各自都想跑自己的地方 拉就是你拿多少算多少 我这个地方你还没拉着它 它不会动 推将来就是练出这个东西来 也可以推了 就身上它不能使劲儿 所以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它变成了拉就是推了 就是推的时候你这么样 它变成了我用手指头领着这么往前走 那以前它到处都使劲儿了